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压抑 终于等来能和神族抗衡的力量 没想到却迎来的神族人 一时间人群躁动 众人高声喧哗着想冲进丹林宫里讨不说法 还未等到他们进前 帝君坐下的几人猛将现身 持剑以门而立 他们不认识人 却认得那些赫赫有名的刀剑 现场一时鸭雀无声 帝宫里闪闪已经进入缠坐状态 帝君和凤九紧紧的拉了手看着他 谁也不知道幻境里面是什么情况 只能通过悬光和闪闪 脸上微墨的变化来判断 闪闪是否安全 幻境里闪闪一边跟着少年走 一边观察 发现这是一个法力高深之人造出的幻境 前面走的这个少年的样貌 不过是一招进入幻境之人而呈现出的画像 不多是两个人到达了山顶 从上看下去 布兰壮阔的天地间魔族大地欣欣向荣 宫殿临次至比 一派辉煌之像 不过瞬间眼前就变成了沙发的战场 那些白衣白甲挥剑杀戮的就是天族人 风烟滚滚 大地之上血流成河 婴孩体哭 少年苍老的声音 看 这就是自以为高贵的神族 他们的辉煌不过是踩着无辜之人的血站在天宫之上 闪闪 双面镜 我看了一面并无意义 又看向少年人 远古八荒生存艰难 天下未定 自食沙发不断 如今四海八荒算是太平 是神是魔都不会活在过去 少年 魔自心生 这天地该是由我魔统治 闪闪嘴角挂上一个冷笑 论到你自食论不过我 我讨厌说那么多话 你拉我入幻境想怎样 少年眼力阴冷 你我和二为一 我力任你趋浅 完成我们一统天地之大业 闪闪 你不过是想解了封印 冲出魔石罢了 那少年不曾想到一个小孩子 看窥破他的心思 一时雨色 闪闪虽是和他说着话 却在琢磨他的意图 但闪闪看见他周身隐隐而现的金色咒服便明白 他是被母神封印了 那金字就是封印老龙柳禅的咒印 汤老的声音道 你既然看出来了 我也不瞒你 我是被你们的母神封印了 少年讲他是天地之初 自然依附魔石而幻化出的一缕魔器 力量强大 就在他即将迫逝而出成为天地主人之时 被母神发现 除了他的魔缘 并下了金咒 他看着闪闪邪魅的一笑 几十万年过去 我也该出去了 闪闪眼神平静地看着他 心中盘算 如果不解开他的封印 自己会被困在这个幻境里无法出去 幻境里魔戏甚重 时间长了 自己的仙人被消耗 届时他就会进入自己的原神冲出魔石 那父君该如何 闪闪想了下 对着少年道 魔族崇尚武力取胜 你既然力量强大 打赢我 便为你解开封印 少年听了仰天长笑 莫不是 看见我是个少年的画像 认口出狂言了不成 闪闪 打了便知道 少年 你虽有那母神的力量 不过是个孩子 我若拜在你肩下自然无颜面是 拜了你可收我魔力任你驱使 闪闪手未动 隐隐晃动长剑飞出 风吹红裙 银发飘飞 少年身影一晃 化了把玄色的长剑杀了过来 两剑相碰 电光火时间 少年苍老的声音倒是不弱 闪闪剑若流星 携着道道寒光和玄剑从山顶打到山下 每一剑都奔着少年的要害而去 可见过少年身 便像是穿云而过 闪闪忽然明白这是她的画像 打多久都没用 她是在消耗自己的力量 必须得先解开她的封印 自己在封印她 少年似是看出她出剑时缓 剑花旋转 浓雾后出现了厮杀的战场 闪闪看过去 战场上啼哭的是自己的弟弟妹妹 白起脸上血迹斑斑的喊着姐姐 躺在他们身边的是父亲娘亲和哥哥 闪闪心神混乱 剑无力地垂了下来 向弟弟妹妹跑去 耳边苍老沉重的声音 以卸下神力 他们即可复生 闪闪的脚步慢了下来 闪闪进入幻境已经是三日三夜了 地宫的法阵外 已经减弱的玄光又涌动起来 帝君看见闪闪银发飞动 脸上不满困惑 知道她肯定是遇到难解之事 而自己只能看着 一颗心被悬在利剑之下 紧握的双拳里冷一进出 地宫里如玉风雪 寒气袭人 此时 殿门一角的灵墨 从衣袖里取出一只碧玉笛 缓缓地轻音飞出 笛音似是细雨敲窗铃 又似是暖阳容冰雪 一曲过后 灵墨双指微动 额间一滴晶莹的灵珠飞出 他把灵珠向闪闪送去 灵墨 帝君急喊了声 走了过去 灵墨笑笑 呼他 是我的使命 说话间 人在帝君眼前 画回了原声 哲言看过后 向帝君无奈道 他画了自己所有的灵力和先缘 凤九大帝的眼泪滚了下来 闪闪一年中 多半的时间都是跟在灵墨身边 他护着闪闪比护着自己的眼睛还要紧 不知道闪闪回来后会怎样难过 帝君挥手画出仙法 把灵墨的原声罩住 回身看向闪闪 身在幻境中的闪闪 又入了少年的幻术 狡诈的他用至亲之人的痛苦 搅乱了闪闪的心智 闪闪看着弟弟妹妹哭泣的脸 说回了常见 就在此时 阵阵天籁之音飘进闪闪的脑海 轻易如天河之水 一洗尘埋 自视灵墨笑着在他眼前挥手 小魔女 清风里 一颗灵珠飞进了他的额尖 闪闪猛然清醒 看出战场上哭泣的不过都是摩西的影子 笑了笑 直常见看向少年 幻术你倒是用得好 你喜欢 我便还你 少年还未急说话 母神偏然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紫悲地看着他 你不出魔石 画像便杀人无数 即使他人魔缘 间缘 如此残暴如何能立在天地之间 我除去你的魔缘 你便有时待在魔石之中 看遍世间繁华 日生日落 少年看着幻术中 母神剥离自己的魔缘 凄惨地大声嘶吼 闪闪走上前 双手触碰他周身的金字咒 解开了他的封印 少年恢复神智 被解开封印的少年一愣 随机仰天长笑道 我终于回来了 这天地也该换个主人 他回过头 顺势邪魅地看着闪闪 你我合体这天下无人能敌 我们可以改天换地 闪闪 没你 本地基也是天下无敌 黑衣少年猖狂地笑道 你天下无敌 最有天地便有我 我是魔祖 如果不是那个女人 趁我不被将我封印 小丫头 这天地剑有没有你还不一定呢 闪闪 剑上定天下 想到外面还在焦急等待的众人 闪闪直了长剑又飞了过去 被解开封印的少年 力量明显比之前强大了 闪闪凌厉的剑法步步紧逼 幻境内飞沙走时 日落兴起 晨曦在生时 闪闪渐渐占了上风 看准机会 剑向少年的心上刺过去 少年脚下一个亮呛 闪闪手腕一转 长剑刺进了他的心上 瞬间画出金字咒 封印了少年 少年不相信地看了他许久 无力道 不过是个孩子 我的魔力你拿去吧 闪闪看着他轻蔑的一笑 魔祖又如何 我不需要你的力量 母神既然要你在魔石里看尽世间繁华 你便回石头里去 手轻轻一挥 青烟一缕少年没了踪迹 天地间一片禁忌 自杀的战场消失无踪 一轮圆日斜着万千的光芒 从山后冉冉升起 桂丽的朝霞之下 落花纷纷 闪闪看向远山 微微一笑 就在金字咒落在少年的身上时 地宫里悬光蜜去 但林宫外黑云散开 露出了金色的日光 金光所到之处 变开的黑色曼陀罗 慢慢地枯萎死去 魔族大帝又恢复了往昔的样子 闪闪 帝君 凤九和滚滚急急地向前跑去 抱住了闪闪 众人雷了过来 父君 娘亲我很好 闪闪走向魔石 玩耳一笑 拍了他一下 又画出金字咒封印了魔石 白话和白旗几近人群抱住姐姐 闪闪把他们揽在怀里 眼光向人群看去 不死鸟呢 空气似乎凝滞 半晌 人群散开 闪闪看见林墨的原生 奄奄一息地躺在佛林花之上 他走过去 揽过林墨的头 取酒后 一滴泪珠滑落 抱起林墨 交给慈航真人 请师父带他回饭境吧 回身 拉起帝君和凤九的手 父君 我们回家 众人出了丹林宫 闪闪看着日光下跪拜的人群 心中无欢喜 待他转身离开 滂沱大雨倾泻而下 白真 这是闪闪的眼泪 那丫头从出生就流过这一滴泪 好了 今天就讲解 我给你墨泪 大雨倾泪 对